知名业者老菜水煎包 平日上午依旧有不少顧客上门 但就是这间位于送上火车站的B1门市 却爆出有人买了无糖豆浆 居然结块 这买到的人还是个知名美妆YouTuber 买回家喝了一口就吐出来 说等那种分钟就已经变质 但也说当下喝的时候没有酸味 目前身体也没异状 时候店家有换新的一杯 马上道歉 我们是被基因改造的 我们也不加防鼓器 所以有什么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公司推翻做 而且我们是每天先做的 那个环节出问题 店员也说不清 但其他消费者恐怕难接受 超五分钟他就那样 那表示他应该是前一天就做 就是不新鲜就对了 那这样就退完去 对此老菜水煎包总公司也回应 表示非常抱歉 愿意赔偿 但也说因为都没有使用防腐剂跟发泡剂 飞机改的黄豆是非常娇贵的豆子 发生原因还没离清但深感抱歉 但有没有可能是保存不当导致 大概最多就是两天 每家里面我们出来的都有必要是自己 所以我们七到六十度的温度 我们就叫微信温度 就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 就会有食物中毒 那食物中毒大部分都用急性肠胃来表现 天气炎热加上多支品容易发酵 一是提醒所有饮料离开冷藏 一小时内就要全部喝完 避免微生物生长 以免为了几十块的饮料得注意 得不偿失 TVBS新闻 杨清波家庭台北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